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臂抬高如同鸟翼 华幅下摆张开 配合长袖翩翩起舞似在旋转 其他乐宫做出吹 拉 弹 打击等动作 这一幕被尼宫巧匠用记忆定格 成为永无落幕的绣场 这组彩绘五月陶俑共八人 七名乐工头戴风帽 穿长袍 人物姿态各异 或贵 或利 虽然陶俑手中的乐器也看不到 从传神的表情可以看到 他们正在一起全身心地投入一场表演 1975年 这组陶俑于呼和浩特市大学路 北魏鲜卑木出土 大体为拓跋规定都平城前后 除陶俑外 还有陶制生活用品 牲畜 家畜及牛车等 显卑民族早期是不会有这些东西的 是进入中原以后 迅速汉化以后 学习中原的五月制度 五月文化 形成了这么一种风俗 而且作为名气 随葬品它要带到墓葬里去 在这个地区出土 这种文物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当时北魏平城时期 居住在这一带的显卑民族 已经迅速地中原化 他们已经习汉装 说汉语 然后从衣食住行 各种生活习俗 还有文化娱乐上面 都反映出汉文化的特色 在古代 舞蹈属于乐的范畴 南北朝的舞蹈音乐 是中国乐舞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上承秦汉的舞蹈传统 有吸收融会少数民族地区 及外来的乐舞 获得新发展 北魏时期处于民族大融合的进程中 提倡乐舞的风气 不仅影响到世俗生活 佛教艺术 也渗透到丧葬系俗中 霍河浩特大学路北魏幕的这批文物 充分反映出一个在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缩影 在当时显微民族西南迁南下的过程中迅速中原化 跟中原民族高度融合 形成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这么一个社会形态 北魏牧藏中乐舞形象表现的人种 性别不同 亦有作舞蹈或百戏杂技者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娱乐生活 为了解北魏平城时期的乐舞杂技艺术 和鲜卑族音乐舞蹈艺术 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